这可咋办 挡水条也盖不住 这搞豆子怎么样 搞豆子可以 事情是这样的 今天来装一个浴室柜 这是安装环境 我猛一看这个安装环境 好像不是装浴室柜的 这怎么能装浴室柜呢 原来调故事装在这上面的 下面一个浴室柜 这边是个马桶 是壁挂式的 这个设计 猛一看上人 想象不来是什么情况 等我把架子都装完之后 我发现 这个分替式鱼肉柜 下层 岩板裂了 我赶紧给业主说明情况 业主给商家 说明情况 方家说下面的重新发 我先想下面的重新发 先把上面的装好 龙头和下水全部装好 于是我接着装 这边是有两套浴室柜 这是一楼的 二楼还有一套 最后我装完架子之后 把盆放上去之后 发现空隙太大 差不多有两公分的空隙 应该是第一次量尺寸的时候 没量准可能 因为这个浴室柜是定做的 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业主 业主不满意 然后跟商家再沟通 这是二楼的一套 二楼的还可以 一楼的我估计那么大的缝 得让那个修补的 过来修补一下 或者是重新发一个新的盆 现在只能这样了